七十一 太陽報 回教槍手恐襲殺四美軍 2015年7月18日國際A22回教齋戒月圓結前夕 美國填納西周一名24歲回教徒槍手周四發動哥郎式本土恐襲 先後闖置兩個美軍設施,用重火力武器聯槍掃射 造成四名海軍陸戰隊員身亡 槍手其後被擊斃,另有三人受傷 監於回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在早前呼籲全球回教徒,於齋戒月期間發動襲擊 暫時未知槍手有否受到IS影響 事發在當地時間早上十一時左右 槍手阿扑道阿製之沒有穿被彈衣 獨自駕駛開鴻車先到查塔奧加士的美軍招募中心外 突然取出自動步槍 朝中心援槍開了一槍後 在瘋狂聯槍掃射 據指至小射了三十至五十發子彈 槍手其後駕車離開 駛往十一公里外的海軍訓練中心停下 落車向中心內四名海軍陸戰隊員開槍 四人當場弊命 警方接捕後趕往現場 與阿扑道阿製之激烈撥火 最終將他擊殺 事件同時造成三人中槍受傷 包括一名海軍成員 一名警察及一名海軍陸戰隊隊員 槍擊歷時約三十分鐘 槍手車上藏有大量武器 暫未知其行空洞機 案發駕齒後警方與臨大敵 先封鎖周圍地區 再派出爆破小組 大批陸軍成員前往阿扑道阿製之的住所搜證 當場拘捕兩名女子 總統奧巴馬事後表示 對四名英勇軍人被殺感到痛心疾首 聯邦調查局則指未有證據顯示 阿扑道阿製之與國際恐怖組織有關 暫列作本土反恐調查處理 網至想爭暗示詩集報道指槍屬於科威特出生 年少時父母以大他往美國定居 然以歸化為美國公民 中學同學形容阿扑道阿製之是個友善 風趣、仁慈的青年 消息稱其負數年前被指向外國恐怖分子提供資助 一道歷為當局監視名單 其後則獲刪除 阿扑道阿製之則不在名單上 槍守在案發前三天 正於網至想法文 暗示將發動襲擊 當中他提及人生苦短 將生命交與阿拉真神的機會隨時會流走 必須時刻把握 他又指人生是個考驗 結果可能會上天堂或落地獄 自朵甸將隱藏效 發動襲擊的意識 另有指其高中畢業紀念策上 曾寫道 我的名字可引起國康警部 你呢 未知此與今次事件是否有關 助理的 綜藏效果